哈囉大家好我是Homi 非常難得我們巨石風已經正式上線了 但還有一些卡我們還沒有講到 今天就跟著聊天室一起 嗨YT 我們把最後幾張新卡講一下吧 優勝者傑克 回合開始時 在手牌裡面生成一張 Face的沙邦制裁 556 沙邦制裁是0費的 0費的慢速法術對一個有軍單位造成兩點傷害 然後對 敵方主堡造成兩點傷害 但他是0費的 專門可以制裁 然後觸發洗劫 回合開始的時候就可以拿到556的體質 其實蠻強的耶 我不得不說其實在幫助洗劫來講 其實蠻強的 雖然你要夠自己一個單位兩滴血 但 洗劫的效果往往都會大於那個 炸自己兩滴 所以 這張優勝者傑克挺好的 補了 像是之前好運珠那種 5費的節奏 吃一動是無所謂啦 最主要還是洗劫的這個 功用 而且他不用 吃費用啊 不用吃費用就不錯啦 通常是你進攻回合的時候會比較好用啦 防守回合 吃一動 會比較吃力沒錯啦 但我們今天只從洗劫的角度想 他還是挺強的 我覺得還不錯啦 而且他本身體質是超標的 他是556 再來 耍猴系 這個好可愛喔 這張耍猴系 慢速法術 召喚一個121的那個火藥群猴嘛 洗劫的話 下一回還可以再召喚一個 所以你有觸發洗劫的話 你等於是直接可以連續做兩回合 不管是豬女或是鋼普朗克的任務 所以這張就是 如果不想放305的話 可以改成只放這個 慢速法術 其實我覺得蠻強的 只是很綁定就是豬女跟鋼普朗克 新增的英雄也沒有這個就是 要扣敵方的血量 就是洗劫啦 什麼洗劫五回合會升級之類的 再來是 德馬西亞 這次很多都是慢速欸 哀兵必勝 每召喚一個精英單位時 使齒牌魔號子-1 本回合沒有一個有軍單位陣亡 則召喚一個五位先鋒 五位先鋒是333白板是不是 蛤那感覺好像沒有很強欸 主要他還是綁定每回合有一個有軍單位陣亡啦 精英牌我覺得 要在天梯組一套應該還是比較難 但是這個 不知道在遠征有沒有辦法有用 可是遠征好像也很難選到一堆精英 這張感覺蠻爛的 孤注一指 喔 獨生修女 慢速實費 選擇一個有軍單位 召回所有其他的單位 喔 喔這張很秀欸 這張是愛歐尼亞版的遠落王者欸 慢速實費 直接把人家全部彈回去 喔這幾強欸 可以可以可以 愛了愛了 這張很棒 這張圖也好帥喔 每一個地區都要有一張類似的卡 現在阿歐尼亞還有多一張 巨翼吸血魔774 四不可擋 出牌的時候 對一個有軍單位 與一個敵軍單位 造成一點傷害四次 是諾克的高單位 本身有四不可擋 那就是可以轟自己四下 去觸發一些受傷的嘛 然後順便可以打一個敵軍 四點 其實只看效果的話 還不錯啦 只是 他出這個效果 感覺是要跟諾克的其他人 做一個配合 可是諾克的其他人好像 撐不到七費 嗯估計是一張 大概沒有人會用的卡 他可以一張做血鬼的升級條件沒錯 可是血鬼的套牌 之前的META 打不到七費阿 七費太慢了 但如果還有人要玩血鬼的話 這張是可以放 以血鬼來講 其實你應該 偏難等到他出來 你應該就要把任務做完 就是升級條件做完了 不過他可以直接幫你一張升級血鬼 嗯還不錯 喔他一張可以做八點失溫 是不是 不知道失溫的牌可不可以放 欸失溫的牌好像可以放欸 我覺得放失溫好像挺容易的 雖然說失溫有時候也不缺效果障害 不一定要失溫血鬼啦 就不用全部都綁在諾克 還是可以混其他地區 但我覺得配失溫好像 會比血鬼來講更好一點 但也不要放太多啦 這張牌應該是偏難放到三張 太重了 喔唷 這個卡圖 喔唷好帥喔 其餘一個敵軍單位 如果我方場上有國動 進行備戰 喔唷這不錯欸 他是慢速 但他可以有備戰 好啦有完達瑞斯應該 可以放放看 其實蠻強的欸 就暈一個 然後又可以再備戰 在對手沒有法力的時候 這效果其實蠻好的 跟那個 德邦的備戰其實也是有點像 只是缺點就是他要達瑞斯在場 算是蠻大的一個缺點 但是達瑞斯在場的話 有這張 幹 強到不行 聚錘瑞斯 直接動起來 三雷射爆破砲 這是皮層的嘛 這個怎麼那麼像 哈末丁格的砲台 對一個單位造成一點傷害 隨機召喚一個魔號值1的單位 此牌在手中 使當我方打出一張魔號值3點的卡牌 則造成了傷害值 與召喚單位魔號 皆增加1 可是他不會減費 他是一個是非的慢速法術 不是 可是你不是已經把 他把靈光跟泡麵頭改了 那這張牌 幹這張牌是不是也要改一下 幹這個如果 泡麵頭沒改的話 是可以放的 但可能也不會放太多啦 畢竟他是慢速 星塵牧羊人 他不是天界牌 每當我方治癒負傷的友軍單位 便賦於此牌 加2加0 好鼓勵大家補血 加2加0 103的體質 估計是沒人用 星角右獸 吸血加法盾 312 蛤 蛤 蛤 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是要養他還是怎麼樣 這個體質會不會太差 還是他會變大 3肺 22 亮晶晶研究家 出牌若我方掌控天界牌 則賦予一個友軍單位 加1加1和法盾 喔 好像可以放欸 如果是純天界牌的話 其實好像可以放欸 而且這個法盾 這給予的法盾 也會是永久的嘛 其實這個其實我覺得還行欸 他有++ 然後又有 又有法盾 阿他本身是322嘛 他這個加1加1加一個法盾的效果 一定價值超過伊飛阿 只是他要掌控天界牌 但是如果你玩那個天界牌 我感覺要掌控不會太難 卡面也不錯 這張應該蠻強的 這張 這張是 我覺得應該可以放 應該可以放 盧摩爾爺爺 8費8四 勢不可擋跟法盾 出牌賦予一個友軍單位 加0加4 哇 操 幹 這一張 受不了了 這張是旅店老闆吧 這張為什麼感覺那麼像旅店老闆 盧穆爾爺爺 反正就加零加四嘛 沒關係 呃 勢不可打跟法盾 可以 這張牌我覺得 因為我前面有提到我想要玩龍獸跳廢 然後就是巨石風魂冰城嘛 那就會有掌控 我覺得好像可以放他耶 放他好像也不錯耶 有勢不可打給我法盾 這種單位都是好單位 合理來講應該是這樣啦 但是巨血不知道會不會很容易被 交換的方式換掉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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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幹 這樣好可愛喔 好 五分 滿分卡 哈哈 滿分卡 就是你了 蝴蝶 噢 我們這一次還有改幾張新卡 是不是 卡牌調整 北徑之怒 加4加4變成加3加4 可以 欸這個NERF是他想要保佑北徑之怒的那個交換能力 然後把搶寫能力下降一點 但感覺還是很強啊 加2加4吧 其實我覺得加2加4會比較有感 就真的要砍到比較少人用了 但我相信加2加4應該還是會有 我不太確定啦 先砍一攻 這個很符文大帝 反正還是太強就 兩週後再改 鑑定員變成5費 5費4三 火愛西 火愛西重重的兩刀欸 但鑑定員仍舊是我們這個遊戲裡面爆牌 最強的一個方式 所以他變成5費我覺得 也合理 但他的價值還是會在 氣質一張牌 OK這改描述而已嘛 好啦各位 以上就是我們巨石封全部的新卡講解 總共8支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留言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之後片層影片再見啦 掰掰